我们处在非常时期 我们需要非常的经济手段 政府在以下的五个方面要重新思考 要快快重新思考 第一 我们需要大量的增加医疗开支 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是要面对长期战 我们需要更多的ICU床位 我们需要更多的呼吸器 我们需要更多的医务人员 我们必须快速的大量提高医疗开支 公共卫生开支 这不容易 但是一定要快做 而且长远下去 马来西亚公民也希望政府提高公共卫生开支 特别是我们的人口逐渐老化 第二点 在战争时期 政府最终是被逼要提高撤资 但是要提高撤资要去国会 要寻求朝野共识 这个是政府还不愿意做的 就是不愿意寻求朝野共识 今天要协助中小型企业 要协助中下层 要协助很多人 只有政府才能够出手 可是如果政府不去国会 不提高赤字 还是准备用回和平时期 平安时期的测资方程式 这样子永远帮不到人 最终整个经济和社会都会垮掉 第三国家银行的角色 国家银行要准备直升机空降钱 要把钱释放出来 而且国家银行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告诉所有的商业银行 这半年不用还贷款的时期 同时也不应该收利息 贷款是银行给的 不能够借款人完全承担风险 银行发出贷款 银行也要承担一点风险 银行怎么承担风险 就是银行说这半年的时间 你不还贷款 也不用还这半年的利息 银行承担风险 银行亏一点点 但是确保整个社会稳定 确保整个系统不会垮掉 第四马来西亚人工人优先 我们会面对有些行业 可能会有人失业 我们会面对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 在那里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失业而回来马来西亚 我们在这个时候 当然要确保外劳至少有食物 至少等到他们可以回到去 他们的国家的之前 他们都会有食物和住宿的供应 但是工作要优先留给马来西亚人 最后关联企业 还有关联投资单位的角色 我们的关联企业常常假装 作为一个私人投资的单位要赚钱 比如说我们国内很多私人医院 其实大部分的私人医院 是关联企业拥有的 70%的医疗资源在私人医院 病人30% 所以这样的恶元对于是不好的 这个时候关联企业不能够想到利润 关联企业要投入私人界做不到事情 比如大量的投入医疗用具的生产 大量的推动我们现在需要的 或者创造就业机会 关联投资单位 比如EPS公企金局 现在公企基金三成的资金是要投到外国去的 因为在外国能够得到更高的利润 以便回来可以发更高的股息 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EPS的钱要投在国内 要投在确保说国内有足够的就业 国内经济不会垮掉 确保整个社会能够安宁 这些是关联控股 还有关联投资单位 现在的历史责任 我们处在非常时期 我们需要非常的经济手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